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主持人吴淑瑞 今天同样的邀请丽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环保气候议题 丽君你好 丽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首先呢要跟大家谈谈 现在呢其实进入一个要大规模除炭的时代 现在没有办法在这种小规模的慢慢来解决我们的二氧化碳 所以呢有美国一间公司叫做Leaving Carbon 他们呢是用基因改造的白杨树苗 它第一个生长得很快 而且他们发现它可以捕捉到可能比其他一般的这种树来得更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说认为它有可能会不会是接下来我们捕捉碳啦 或者是说可以来解决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未来的一个好妙方呢 那么现在呢它甚至还莫得了3600万的一个美金 包含呢连研发这个ChatGPT的OpenAI 连执行长都有来投资这一项计划 那么他们在2022的一个研究成果发现说 这个透过基因改造的树苗 因为它生长得很快 所以呢它有累积的生物值是比一般还要多了53% 所以它也可以增加吸收27%的二氧化碳 因此他们现在也要努力的增加种植的一个面积对不对 可是好像也有一些团体有一些担忧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他们曾经在这个饿勒缸种了600多棵树 那他们目标也预计会在2030年的时候是种 2023年种400万棵树这样子一个计划 所以它其实2023到203年的是倍数成长 不过呢其实它当然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封存二氧化碳能力 因为它说可以封存超过6亿吨的二氧化碳 不过呢因为现在还是仍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 譬如说像是有这个环保团体啊 他们就说其实这个公司它的树木呢 对森林是会构成更多的威胁的 另外呢像是联邦政府啊 如果是对这个这家公司 其实有很多让它逃避监管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让这些环保团体也蛮忧心的 它会不会就是随意拿到这些商业种植的一个门票 会不会导致说反而让这个我们的环境气候 受到更大的一个破坏 是但是其实不只是可能有一些公司 它透过基改的方式来想一些办法 但是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效 我们可以先打一个问号 可能还需要时间来做一个证明 不过呢除了在这些大企业的努力之下 包含个人我们好像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 现在呢其实国际上就有一种 这种透过全球诉讼的气候诉讼的一个方式 它的意思呢比如说今天是公民团体或者是个人 它对的可能是政府或者是企业 它可能会因为政府企业的作为或不作为 导致气候变迁 让这一些团体啦或者是个人 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存了 所以呢它可能会是透过 像是自己国内或者是甚至是跨国的一个诉讼 来打这样子的一个官司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三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 包含台湾也发生过 不过首先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四位印尼帕里岛的居民 他们是远赴瑞士哦 对一间叫做霍尔西姆的水泥企业提出了诉讼 这间企业呢它是全球前50大的排碳大户 在1950年到2021年的时候产生了70亿吨的碳排 这个量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看 它是超越了瑞士全国碳排放的总量 所以说可以可见它排的这个碳阵是非常惊人 那么他们这一次呢主要要控诉的呢是 它导致了海平面上升 还有出现这种极端洪灾 让他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影响 所以说呢希望可以透过像诉讼的方式呢 让他们理解到其实他们对于环境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而目前这个诉讼还在调解当中 另外呢我们也来看到台湾也真实发生过类似的案子 是在2021年的时候 是由环境法律人协会跟绿色和平 他们呢跟4名气候受难者 他们跟经济部来提告 提告的内容是他们认为经济部的用电大户条款要求太低了 所以说呢他并没有对于比如说再生能源的设置要求要有一定的比例啦 让这些用电大户他们忽略了减碳的义务 所以说呢他认为这是违反了我国环境基本法 侵害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不过呢他们也说比较失望的是在2021年 后来他们所看到的经济部这边的答辩书 只字未提关于用电大户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他们蛮失望的 包含呢像是今年通过的气变法 也就是气候变迁因应法 当中也排除了全民气候诉讼 所以说如果要打诉讼这一块 其实在国内还蛮多障碍的 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第三个例子 是这几年比较知名的一个诉讼案例 对而且还是比较成功胜诉的一个案例 像是2018年的时候 荷兰的公民团体呢 是对这个荷兰皇家壳牌的石油公司呢 是提出了气候诉讼 那当然就是整个审判过程 然后到最后 其实海牙地方的院判呢 是要在2030年前 整体的碳牌要下降45%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 刚刚其实这么多起的一个气候诉讼啊 其实全球总共有达到2002起的气候诉讼 而且这个截至是截至2022年 然后这个是急速的在增加当中 另外呢 而且在这个2020年到2020年 就占了25%的比例 就是在这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就是成长得非常快速 对成长非常快速 而且其中有七成呢都在美国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看到说 其实在美国以外很多的这个气候诉讼 其实被告都还是政府 以政府为主 可能像是我们台湾刚刚讲到的 就是经济部或者是一些可能 主要都是以政府单位为诉讼的对象之一 那现在因为这个伦敦的政经学院呢 他就有提到说 现在因为气候诉讼越来越多的原因 其实还有很多 因为是企业嫖虑的行为增加了 嫖虑行为当然就是像是 它行为有达到目标 或者是它有不时的广告 或是夸大 以及他们自己的资讯不透明等等 这样子的状况 而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这种 企业嫖虑的状况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气候诉讼可能还会持续再增加 是没有错 可是就像刚刚提到的 如果是在国内的部分 恐怕还是有很多的阻碍 但是他们会这么积极的要来进行诉讼 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的环境真的已经逐渐被破坏 而且有一点越来越难以回复到 以前的这种样子了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破坏底下不只是人类的居住环境受到影响 包含在整个生物多样性 也是我们现在要非常关注的 很多的动植物 现在都面临冰围的一个危机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从看到 1970年以来 全世界的野生动物 数量已经减少了七成 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 虽然说有很多环保团体人士 他们积极的在努力要富裕 可是如果说我们再不行动的话 其实真的是赶不上富裕的一个速度 因为他们的一些生存环境 现在一直一直的被破坏当中 尤其专家认为说 要维持这种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丰富 其实是比这种气候变迁 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要减少这个二氧化碳 它还要更难 而且它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说 可以让这种维持生物多样性 它可以走向正确的一个损害机制 所以接着就要来看到 其实国际上也有在做一些努力 是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大会 他们终于在上一次的一个开会 讨论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 并且达成了共识 希望是在2030年之前 把全球三成的海洋 还有陆地可以纳入保护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扭转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危机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法规 包含有一些大型企业 他们真的会因此而纳入强制管理吗 因为目前就是一些大型企业 金融机构这些呢 它其实要做到就是像是定期监测 对生物多样性的一些影响 尤其这种大企业 他们可以利用投资的方式来解决 这种多样性的威胁 而且可以同时统一 应该要就是建议大家要统一一个 国际间的一个标准来降低成本 或者是减少各国 或是各个企业之间的摩擦 因为说如果现在再不行动的话 其实整个影响农作啊 或是整个环保法令 或是生育这些 其实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因为包含就是刚刚讲到 就是会议上有很多 要把这个纳入我们的保护区 可是最主要可能企业要先 加入 对 加入带头来响应 抛砖引运 没有错 如果说不行动的话 可能接下来影响到的 不管是像是农作物的授粉啦 甚至呢 有些企业它可能违反这个法令的话 不只是会有生育上的一个风险 还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有机会面临到诉讼 那么现在国际间其实也有参照 TNFD 也就是气候相关的财务揭露 预计呢 在今年有机会完成相关条款 但是其实在英国还有瑞士 他们有强制一些企业已经要提出这个 TNFD 也就是相关的这个财务揭露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的政府 他还是有努力的在进行这一块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台湾的部分 其实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所以说也孕育了一些 非常珍贵的在地物种 但是有很多的物种 它其实现在是面临 兵危的一个危机 就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您一起了解 阳光穿过缝隙 洒进树林 淡淡的白雾围绕其中 这里是台湾最高海拔的山头 玉山山脉 深入这自然原始的生态系 里头可是住着历史悠久 甚至比恐龙还要早一亿年 出现的活化石 在跟园区申请核准之后 采访团队跟着研究人员的脚步 进入生态样区 脚步放轻 弯着腰睁大眼睛 这个很大块 我们看到 对 有只山胶鱼在里面 哇 好亮哦 对 它们是两栖动物 所以它们要用 就是皮肤呼吸 所以它们就会保持 就是身体的湿润这样子 然后阿里山山胶鱼的特征就是 前肢它是四肢 然后它的后肢 是五指 外形滑溜还有着黑色大眼 身上还有淡淡的山胶味 虽然名字有鱼 但是山胶鱼并非鱼类 科学分类上是两生 有尾目小泥科下的小泥树 在地球已经存活三亿年之久 但是还能撑多久很难讲 因为根据2017年官方记录 山胶鱼族群数量是不到50只 台湾的山胶鱼现在所面临到的生存的一个困境 非常缺乏因为它不是一个就是热源的物种 所以在研究的经费上研究的团队上都显著的 都比其他的研究都还少 山胶鱼的它都是比较喜欢 虎子土的这种林道上 身为地球上的老祖宗 山胶鱼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对野生动物及生态监控 台湾投入的资源向来不足 加上山林松绑政策又欠缺配套 不仅是山胶鱼 对所有兵为物种的保育 恐怕都是雪上加霜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那个是古宝级的保育类动物 而且呢其实大家三天两头就会看到 因为它就出现在我们的千元大钞上面 这里是五个小朋友 但是翻过来这边就是国宝地质了 而且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深远 来到阿里山呢 这里就有看到一只 红彤彤的眼窝穿上一身华丽的宝蓝色衣裳 散发出如帝王般的尊贵与神秘感 分布在高海拔山区地质又被称作迷雾中的王者 这个就是最好的教育 今天我们特别幸运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址 离我们那么近 我们现在那个地址都 我们那个都有山的地址 然后那个漆地我们都会别回去 每片都有那个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 然后那个地址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 然后有一个空间 这边是地址的家 都是这边的播客 能这样和地址近距离面对面 若是在多年前根本不可能 因为身为台湾特有种 地址曾在山林开发 与人类猎捕的威胁之下 面临濒临绝种的困境 数量掉到五千只不到 还好在化射基地保护区 维持林道生态 改变传统狩猎文化 经过了超过30年的努力之后 目前蕴山园区内的数量超过1万只 还算是富裕有成 这边除了看到地址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 比方说黄猴雕啊 白天都可以看到山腔啊 山羊啊 那他们这几款大概都是 这几种的品种大概都是保育类的 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特别的植物跟动物 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的 只是说我们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介绍 有些游客走过去它也没有感觉啦 如果是那个物种消失的太快的话 是对整个生态是会有改变的 比方说有些植物没有了 有些它的食物来源就不见了 那个动物就会也跟着一样 就是灭绝掉嘛 以2万5千种野生物种来说 台湾特有种就高达了1万多种 其比例含量远远高于许多国家 被称为宝岛当之无愧 而打开行政院公布的国土绿网计划 南台湾生态绿网的重要指标物种 当然不能少了这一颗会飞的苹果 毛龙龙的身裙两个圆滚滚的大眼睛 心形脸就像是被剖绊的苹果 台湾已知12种猫头鹰中 草枭是唯一栖息在草原的流鸟 也是唯一的一级保育类 全台估计上下不到500只 前面这一根就是 我们用来监测草枭的猛形的气架 它的高度大概是5公尺 放倒之后 从这边 怎么样怎么样是草枭吗 对这个就是草枭 然后而且还叼着一只老鼠 草枭的特殊之处就是因为它是住在这样的草生环境 它的竹草也是竹在地面上 台湾整个西南平原这个草生环境已经非常少了 所以导致它们气地很少 气地很少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它们的主食又是老鼠 所以它们受到这个老鼠药的危害也非常的严重 利用草枭极梦 请喜欢站在制高点的习性 用漆架研究翻转草枭命运 在空旷田区架设人工漆架 结合自动相机 不只能帮助研究草枭背景 还能进一步取代毒鼠药 大哥好 看看这位屏东果农林大哥笑得好开心 回想不到一年前 他毅然决然加入草枭生态给付方案 保育猛禽的行列之后 进行农物不仅不会毒到草枭 还能招来更多帮手免费抓老鼠 老鼠药其实它分成两种 一种是农药一种是环境用药 但是环境用药它的管制是比较松的 在一般零售店或者是在网路上 可以买到的都是环境用药 那环保鼠对于它的管制非常松散 所以就是一般人他都可以随意的买到 然后随意的使用 猛禽如果二次中毒的话 猛禽数量下降了 他猛禽要数量回来的速度是很慢的 但是猛禽没有了老鼠会生更多 尽管配合友善农耕的农民 已经越来越多 但光是鼓励还是不够 看看草枭 看看地质 再看看山椒鱼 全台还有数千种 面临生存危机的动植物 身在自然多样丰富的宝岛 生态保育 环境永续 刻不容缓 都还需你我多一份心 TV新闻 玲珑士 陈文岳嘉义屏东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